生猛披薩DIY 滿滿的餡料吃到爽 太高好 買黑梅森 先準備一塊披薩餅皮 均勻的抹上新鮮番茄 製作的番茄醬鋪底 再撒上一點點的起司 點綴生活 再來放上臘腸切片 不要切太厚哦 臘腸邊的焦香氣最讚了 再撒上一點玉米 最後鋪上滿滿的起司 再從烤箱出來 這就是小朋友最愛的 風味的披薩 但我是大人 先將番茄醬和起司打底 再放上很大隻的鮮蝦 本來是想放滿啦 但是我最近花太多錢了 今天放個五隻就好了 再來放上玉米和火腿片 最後一樣撒上滿滿的起司 再來進入氣炸鍋 200度7分鐘就大功告成啦 是不是簡單好玩又美味啊 如果你是一隻小懶蟲 不想要自己做的話 只能業配了 來這款8818經典四入禮盒 裡頭有加熱說明書 還有最重要的6吋小披薩 海鮮總會 濃郁的雙層起司蠟腸 有鳳梨的夏威夷披薩 還有燻雞蘑菇 四種口味 用烤箱或是氣炸鍋加熱就可以囉 還是你想要跟梅森一樣 享受自己做的樂趣 就是這款DIY披薩禮盒 裡頭有製作方式 還有各式各樣的佐料 起司 玉米 臘腸 火腿 鳳梨 蘑菇 等等非常的豐富 最重要的還有3塊6吋 披薩餅皮 有了這些就可以開始動手玩創意囉 真的非常適合大人小孩一起做呢 話說這家被披薩耽誤的炸雞店 怎麼可以少了最夯的炸雞呢 8818直接推出經典炸雞真空包 根本就和現場吃的有99.9%一樣美味 裡頭有兩隻大腿 兩大雞塊 還有四小腿 四小翅 非常的有誠意哦 他們家的炸雞真的是梅森的愛 我個人偏愛用氣炸鍋 外酥內軟 雞汁都被牢牢的封住 說了這麼多還不心動嗎 還不快去8818 我是梅森 掰掰 臭小腿 我以為是龍蝶子 天啊 小腿